金色啊 看起來比較富麗堂皇 然後這個磁座的話是瑪摩麗池 然後這裡面也是有的隱藏門 原來是隱藏門 我這整個房間的話是3加1 然後其實玄關這邊就是所謂的 所以你看小巷看起來明明就是個少年郎 但他其實心裡面有很多那種 風水的想法 欸你前沒有 我之前歸三第一間是沒有的 主卧在 在你前面 蛤 這主卧有夠不明顯的啦 每個門把都沒有 從25歲到現在30歲 已經買兩間房了 下一間房打算什麼時候 買嗎 要下手 對 最近都在看 最近都在看 才剛出進來又在看第三間房 疫情期間呢 真的有很多的人事物都被改變了 不過有時候危機就是轉機 像我們今天要來拜訪的豪宅人家啊 他呢本身從事領隊工作 但是現在呢 他可是全職YouTuber哦 來歡迎豪宅主人小巷 哈囉各位大家好 我是小巷 一開始我是毛胚屋 所以我毛胚屋在教我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有請我一個學長 他是房仲 他是信義房屋的房仲 然後他會看風水 這裡的部分呢 他說一定要做得夠氣派 因為你走進來的話 第一個先給人家感覺很舒服 有有有 對對對 那你的材就會忘了 光這個磁磚就會覺得 哇 這是來到豪宅人家嗎 沒錯 這個磁磚的話 其實也是有特別去選 當初我就想說 好那這邊的話 一定要用一點金色啊 看起來比較富麗堂皇 然後這個磁磚的話是瑪摩利尺 然後其實我們全是 光是瑪摩利尺 哇 應該是很多區 都有它 然後這因為 這裡面也是有一個隱藏門 原來是隱藏門 我的整個房間的話是3加1 然後其實玄關這邊就是所謂的1 其實這邊的配色也滿特別 這我媽用的 這是真的 真的孔雀尾巴嗎 真的是孔雀尾巴 我舊媽的爸爸 去哪來找來這什麼東西啊 就我舊媽的 我舊媽的爸爸 搖搖孔雀 我會尿毛 然後他們就會把那個毛剪起來 然後送我外婆 送我外婆請她看誰要 然後我媽就剪了好幾次 這上面的話我畫了 麒麟護藥 因為鴨梁 這邊有鴨梁 所以它藏在裡面嗎 藏在裡面 像這個顏色也是 其實我這裡也是互打互撞 因為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我蜜盤裡面要多一點綠或藍 就會對我本身的運會更好 所以那時候我說好 可是我喜歡紅色 所以你看小巷看起來 明明就是個少年郎 但他其實心裡面有很多那種 風水的想法 欸以前沒有 我之前歸三第一間是沒有的 那為什麼突然開始 好像對風水有這麼一點的相信 我覺得寧可欣其妄 而且我還有朋友是會看氣場的 就是他們可能靈性比較重 所以他們會看這個人好或不好 他們會看氣場 也會看房子好或不好 好像我覺得你們家看起來格局好像頗方正的喔 對它是真的是滿大的啦 我們現在在這邊是客廳區 其實你會看它整個都是算是開放式的 對 對然後我們中間也沒有特別說隔開 因為那時候我心想就是讓它整個比較 好遼闊一點 對一眼這樣子看過去視線真的是很不錯 但是包括什麼欸 我整個裝潢完之後我又覺得太遼闊一點 太遼闊 我們這邊就是很大的電視牆啦 但是因為目前還沒有電視 所以廠商還沒有來談是不是 三天 沒有啦 而且我們上面有留那個可以放投影機的 喔你之後可能會想裝投影機 好像就二水一嘛 它就是就是先做好之後再說 下面這邊有一區 這個是我的柴區 因為其實紫水晶它是會連 它是吸進的東西 吸東西嘛 把你的一些壞的好的全部都會吸進去 它就是清淨乾淨淨化 但是它會吸一些不好的東西 所以說你旁邊一定要放一個炎燈 去去除那些不好的東西 因為結果你的辦公間原來就長這樣 比我想像中更簡單欸 對剛開始而已 我以為會有就是各種器材啊 然後各種燈光啊 然後我的 我還有另外一個器材間 喔 這個是只是 剪片區 對…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而且它就是升降桌 真的嗎 升降桌很棒耶 我知道啊 升降桌很棒 因為你久坐 是超棒的 剪片剪久了 你其實要站起來動一動 很需要 對 升降桌很棒 那你會建議一般人家裡裝升降桌 要 我跟你講 你知道我朋友一進來他們多嗨嗎 他說 哇 你以後生小孩 就可以直接當尿布桌耶 很棒耶 我說喔 真的耶 完全不用另外買了 我們現在是來到了這個成品書局是不是 還有一個這個派行榜的一個書架設計 耶 還有我自己的書喔 歡迎大家可以去書局裡面 對 小向其實真的蠻厲害的耶 我覺得你真的斜槓很多身份 你看他以前是領隊 後來當YouTuber拍片 然後呢 又出書當作家 然後最近他很厲害 他考到了PPL 你自己講的是什麼 那個就是 私人駕駛員飛機執照 就是我可以自己開飛機了 就是可以在美國直接開飛機 我在那邊學了10個月 學到很崩潰 當初做了一個這個 欸很不錯啊 這樣很棒啊 吃火鍋嗎 當初就想說拍業配 然後可能這邊剛好比較空曠 但是那時候我那個學長一過來 幫我看完這個房子的時候 他跟我說所有都完美 然後他說這個NO 這個不好嗎 我說你為什麼要裝一個這個商機 為什麼不好 他說我這個剛好是整個房子的正中心 正中心的話如果你放個火在那邊 會影響住在房子裡面主人的可能皮啊 腸胃啊 什麼之類的 對對影響健康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到外面來的時候 就想說 這裡是旁邊怎麼都沒有東西 所以 所以你剛初買的時候 也不在乎外圍這一些嗎 我都開車啊我沒差啊 而且我又不常在 所以你就是覺得反正我家自己舒服就好 外面怎麼樣無所謂 而且離青浦很近啊 這裡算是青浦嗎 我不是青浦喔 這裡呢 可是我會自說自己是青浦蛋殼區 但是我不屬於青浦區 但是就很近啊 因為我開過去高鐵是要四分鐘而已啊 對對我就是 一講青浦大家比較知道位置嘛 他的冰箱其實是我特別隔起來的 因為那時候學長有跟我說 就是你進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所有東西沒錯 但是你不能讓別人看到你的冰箱 真的喔 對所以 這邊是做出來的 啊進門不能看冰箱喔 因為冰箱是你的柴味 這個水龍頭的水要往潮內 因為你不能潮外 因為水是潛採嘛 所以水要往裡流 因為水如果往這邊流的話 它就潛流出去了 那邊是就是所謂的工具間 就是拍攝啊什麼的工具就放在這邊 很專業 YouTuber家就是會有一個這個空間 你看還有這個 當初會要用拉門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這邊只拉拉拉 它可以一路拉到廚房 會比較寬一點 比較長一點 主臥這邊可以看一下 主臥在 主臥就在你前面 主臥 這主臥有夠不明顯的啦 連個門把都沒有 沒有 因為當初這時候就有說 就是因為我們主臥這邊的門特別的高 因為我是整個毛坯嘛 對 然後整個毛坯的話 就是這邊門很高 然後他就說盡量不要讓主臥門太高 因為太高的話 就會有讓你們的女主人比較 把氣一點 這樣不是很好嗎 然後原本就很霸氣了 對 當初就是刻意要把主臥的做得這麼不明顯嗎 對對對 就是可以藏起來這樣子 因為下面這邊算一個影視的部分 然後這邊的話是就是化妝桌 然後這邊其實是有鏡子的 哇 連鏡子都要藏 對 因為他說門不能對鏡啊 這個是衣櫃 但那時候很多粉絲跟我講說 我不應該做那種反光鏡 為什麼 你從會嚇到嗎 不是他們說反光鏡的話會什麼 夫妻不合 然後會有第三者 還什麼幹嘛的 真的喔 可是我還覺得這個 不是他們不是說不能反光鏡 他們說不可以有鏡面 但是其實我這不是鏡面 我這就是透明 還好啦 然後他們就說你看得到你自己就算了 我說12你們真的太那個 我2016年畢業的啊 這麼久以前 可是你知道我那時候 那時候的時薪 我記得是115 還是110 我也忘記了 可是那時候我一個月也是可以賺在3萬耶 喔 對啊 就差不多2萬多塊3萬這樣子 因為我會找很多不同的工作去打零工 然後 對 然後像我那時候同時兼了5份工作 我算是蠻會存錢的啦 從以前到現在都很會存 很多人都說是靠家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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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毛都沒有了 他們還要靠我 你當初買的時候它是毛培屋嗎 它是買毛培屋 對 為什麼鎖定毛培屋 因為那時候 第一間龜山 剛買完的時候 裝潢完的時候就發現 其實有些東西不是我想原本想要的樣子 就覺得那我全部退掉 因為退掉它也會給你一筆錢 喔 你找自己喜歡的去做規劃 對 其實它退很少 像我退超暴多的 像我廚具也全退 然後地板全退 然後油漆全退 然後打了幾個牆 其實也只有退30幾萬 蛤 那感覺這樣子有點虧耶 但其實也還好是因為就是 你比較能規劃你喜歡的東西啦 原來你從25歲到現在30歲 已經買兩間房了 下一間房打算什麼時候 買嗎 要下手 對 最近都在看 最近都在看 才剛住進來又在看第三間房了 這是安置我 安置我家人的 OK 安置他們的 今天非常謝謝小向喔 那也祝你趕快買到你夢想中的第三間房 好不好 早日圓夢 正在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小向 謝謝